大家好,我是瘋,我們今天來繼續斜槓生存囉 那上一集之後,線下我花點時間把這個合成式稍微改裝了一下 再來就是我把我這個CPU合成的部分 從原本的三顆六核心換成123456789101112 換成一個12核心的 那為什麼要換成一個12核心呢? 主要就是我在線下合成了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 原本的這個單一個三顆就是六核心的還有記憶體的部分不大足夠 那因為在合成的過程,我又合成了其他物品 導致整個合成系統大亂 所以在合成過程我就把它稍微改了一下 那合成什麼東西呢?我合成了這個 叫做跨世界電子箱 這個跨世界電子箱聽名字感覺非常厲害 我還沒試,因為我目前還沒有材料合成第二個 在這邊 目前我的材料還是有缺 缺蠻多錫礦的 其他的部分看起來是有夠,是沒有問題 好,我覺得我們之後等材料足夠之後 我們再來測試看看這個跨世界電子箱能不能夠正常使用 那看它的名字應該是這個地方充電 另外一個地方也可以用電的感覺 這個我們自己拆我們不知道 等之後有材料我們來試試看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其實我們本來要做一台機器 這個機器我先暫時保留這個功能跟名字 那我先告訴大家這個機器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骨粉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之前在血幹2的時候 有開一個很大的骨粉機 那這個機器的骨粉用量感覺非常的大 我擔心這個骨粉機到最後可能會用完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枯弓生怪塔 利用模組的方式看要怎麼做全自動的這個枯弓生怪塔 並且這個枯弓生怪塔 在這個模組包裡面是可以搬回家的 我們先來去幫我們的枯弓生怪塔 把我們的枯弓生怪磚先 這個有時候會故障 你看,這有時候會故障 好,我們先回家 先回家幫我們的枯弓生怪磚 這個不知道我在過去生存有沒有跟 嗯,有點 我不知道在過去生存的時候有沒有跟大家展示過 其實我們在家裡的下面 有一個枯弓生怪磚 其實我有找到3、4個生怪磚 包含殭屍的 包含這個 欸,在這嗎 欸,是這裡嗎 欸,找一找,好像不是這裡 欸,在這,你看 欸,它是怎麼下去的 喔,來,這邊,這邊,沒錯,來 欸,不同條路 喔,原本在甘蔗雞那邊 原本在甘蔗雞那邊 我們過去看一下 好的,甘蔗雞那邊 原本在甘蔗雞這邊 應該是從後面走吧 好,這裡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們這裡呢 有一個 這個枯弓生怪磚 我們先把它搬走 這些都是 就是我們生存過程 安德搬過來的泥土 都是安德搬過來的 這些都是安德搬過來的 好,在這邊 那枯弓 生怪磚可以用 絲綢之處 把它搬回去 我們用絲綢把它先搬走 好,有沒有,枯弓就搬回家了 這個枯弓就搬回家了 好 然後呢,我們就 先到我們的工業區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掛機 都是在工業區那邊掛機喔 所以 我們先到我們 工業區的部分 先把一個區域呢 先圍出來 還是我們把它補起來 秘密 不要給大家知道 因為蠻醜的 好 我們先回去 那這個枯弓生怪磚 我的想法是 我們去圍一個簡單的區域 然後用模組的方式做 這個 收集 好 因為我們現在掛機都在這邊掛喔 那枯弓生怪磚 我想說就直接掛在 裝在這 欸 就直接在旁邊這邊做就可以了 來我們先把旁邊這邊做一下 我拿下我的 這個 清一下位置就好了 好 大概這邊就可以了 這個很大 因為其實生怪磚我們都知道 它的範圍大概 我們都會蓋成九成九 所以它其實範圍不大 好來看看我們有什麼建材囉 我們有沒有什麼石頭呢 這個很多欸 我們來看一下 它可以做成什麼外型 喔 蠻漂亮的 我們來做 我們這個生怪磚把它做成 欸 它如果做成石磚呢 我們做一個看看 其實一樣 好丟回去 我們把範圍 我們把範圍先圍出來 我們把範圍先圍出來 我們會在這 那邊有個房間嗎 那邊有個小房間 這邊可以掛機 這邊可以掛機 這邊可以掛機嘛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地方掛機的話 應該這個地方就會升到 來我們直接框喔 來 嗯 嗯 1 嗯 這牆壁啦 1 2 3 4 5 2 3 4 5 這個地方是生怪磚 1 2 3 4 1 2 3 4 應該是這個位置 對不起 應該是這個位置 才會在中間 我們高一點 我們高一點 好 再來是呢 我們要做這個 書宋 這個 骷弓生出來之後 我們要做書宋的這個裝置 書宋應該有個 這個 呃 我記得最便宜的是這個吧 好 這個裝置呢 可以把這個骷弓生出來之後呢 直接送到我們那個 送到我們要集中的位置 我們就直接送過去 好 好 剩下的牆壁喔 你看我們站在上面啦 其實就慢慢就送過去了 好 再來是我們要送過來之後呢 我想要再做一個 呃 集中的 這個 收集 我們這邊還需要再做一個 叫做 沒有這個 我們要做這個 呃 我覺得應該做一個應該就夠了 兩個好了 一個就可以了 一 二 三 欸不對不對 這個 這個做一個 這個做兩個 一 二 三 好 哎唷唷唷唷 這個我拿著好了 就是說我們送過來之後啦 這個地方 我們 讓它稍微 下最好 這個地方我們讓它稍微下最 並且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做幾殺 統一的這個地方做幾殺 我們就把這個追呢 放在 這樣 這樣可以嗎 我猜可以啦 來 我們等一下來親身體驗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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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啦 哎呦呦呦呦,会痛会痛 我把他补起来 剩下呢,我把他围好就可以了 我们先试试看 先把他围起来 好,我們等一下先把生怪磚放在這上面 我們先放好了,沒關係,我們先放 這一個就不要了,我們就看有沒有半磚 其實不用,我們把它封起來,整個把它封死就好 噢,我聽到聲音了,我們繼續看一下 有沒有,它出生之後就會掉下來了,然後它就會 誒,它還可以走 誒?是這個軌道不夠強嗎? 我覺得是軌道不夠強誒,我們來做強的好不好 來來來來,我覺得這樣不行 我們來做最強,最強應該是藍色吧 我身上剩多少個,剛做128個嘛對不對 大概需要100個,110個左右 我們改,改成最強的 改一下 來,我們再試試看 先把它封起來 看這樣子會不會好一點 我們這已經是用最高級的軌道了 喔,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 好,這樣OK齁 那再來是我們在 上面那邊還好,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尾和平嘛 來,我們這個下面這邊齁 因為這邊,這邊在做,這邊在做蒐集嘛對不對 這邊在做蒐集 我們呢,這裡要再做一個很特殊的裝置 它呢,可以幫我們蒐集這個經驗球 有材料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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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樣合成 可以幫不好合成 已經太,太依賴這個自動合成了 來,這個東西齁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這個我先放回去齁 呃,這個東西好用在哪裡齁 它可以幫我們吸收 呃,這個 這個 來,這邊 我們就放在 這邊好了 就放在這邊好了 它 可以幫我們吸收這個經驗球 比如說 呃,我東西 我先把磁鐵關掉 呃,我 欸,這裡 這麼沒有聲 看一下 好 啊,你看齁 我們這個剛剛是不是已經 有 你看喔,這邊它會吸收經驗值 還有吸收這個 物品齁 所以這兩個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導出來 我們需要有管線齁 我們需要管線 呃,叫做 應該這個一般就可以了 管線的話應該也是用一般就可以了 好,然後再來我需要 然後我們做一個可以收這個齁 這個齁 這個,我們把經驗值統一收集在這個 Tank裡面 這個Tank怎麼做 我們先做兩個就好 然後再來是箱子的部分 我們應該還有 我們 這個先帶身上 我們先把箱子稍微升級一下 還有嗎 鑽石 因為其他應該會很快就滿了 因為其他應該會很快就滿了 非常快就滿了 好,來 我們先剩到鑽石就好 我覺得浴水就先不用 好 我們就統一呢 把這個東西抽出來 好 想想看齁 這裡看得到嗎? OK,好 經驗值呢 呃,我們把管線放在 物品的放在這邊 然後並且呢 我們把它 抽出來 放在 黑鑰匙箱 好,有沒有 抽出來的嘛 放黑鑰匙箱 好,再來是 這個地方的話 是經驗值的話 我想要把它拉高一點 拉高一點 來 1 2 3 4 5 6 7 我把這個地方先放上面 這樣 然後呢 我在 這裡 還給它 還給它 好,你看 經驗值在上面對不對 有齁 好,再來我需要用一個非常特殊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可以讓我做 呃,這個經驗值補充喔 來,在這邊 它有多神奇喔 它就放在這個地方 這樣 大家有看到嗎? 哈哈 我們那個生怪塔裡面的經驗值啊 它會 一直 源源不絕吐出來 但是其實喔 這樣很麻煩是 它會一直掉到地上 一直讓它吸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要再做個開關給它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開關 喔唷,我們有一個開關 這個可以讓經驗值留下來的這個東西可以做開關 只要給它一個訊號啊 它就不會再留下來 我們等一下 是不是會影響亮度啊 OKOK好了 有沒有 它就不會留下來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骷弓生怪塔 可以簡單的自動收集我們的掉落物 還有這個經驗值囉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加小鈴鐺喔 那給這個影片一個讚 可以增加這個影片推播率 那就麻煩你幫我按個喜歡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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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